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爪慢慢地被插入海底下的泥土越来越牢 在抛毛之前一定要检查船毛的毛链的长度 确保毛链长度大于水深 这样在水下才会有毛链贴着海底 如果直直地把毛链拉紧 很容易走毛 在起毛的时候 船会慢慢向毛链方向移动 毛鸡逐渐收毛 当毛链接近垂直的时候就能被收起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底质都适合抛毛的 最佳的底质是砂石底 其次是泥底 胶石底质最裂 这里有可能被岩石卡住难以起毛 必须避之 还有 在三次千米水深的大洋上 也是不能抛毛的 怎么样小伙伴 这回你们知道了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